凤容地区农会庆祝创会100周年8月1号在凤林国小举席 运用在地食材举办长寿宴 将凤容地区农会农民生产的食材融入在菜单中来推广 也结合花生节举办系列庆祝活动 为凤容地区农会创立百年祝贺 凤容地区农会是在民国9年创立了有限责任凤林信用组合 历经多次改组成就了当今的百年壮业 1号上午凤容地区农会在凤林国小举办了庆祝活动 100年蛋糕象征凤容地区农会的历史 农会理事长徐方健、总干事黄荣和并表达感谢之意 也承认各位长官、各机关主管 有我们的指导跟支持 尤其是近几年我们农会设立了稻谷工厂 也是幸好有这个农委会啊 我们农粮署啊 还有这个县政府啊 也有我们大力的支持 使得我们的这个稻谷工厂啊 能够顺利的建构完成 照顾我们的稻谷工厂啊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每一位乡亲 尤其看到这热闹的场景 所以我们在各项业务我们要急起直追 我们在稻谷工厂的部分 我们不仅配合政府小地图大电容 我们在我们本辖区的修根地让它活化 我们成立代根中心 最主要是要解决啊 就是协助小农 他的耕作的部分 不需要再投资太庞大的经费 去购买大型的机具 荣和绝对要带我们全体员工 继续传承我们农会的典范 造福所有农民 为了让民众同享凤容地区农会 创立百年历史 在活动现场也摆出了凤容农会的各式农产品摊位 让凤林乡亲共同感受 凤容地区农会所创立的品牌 县长许正卫 镇长江文龙都到场请贺 未来花年县 我们在明年开始 对于我们农民的植栽保险 在正卫106年灾难立法委员的时候 对于我们植栽保险的争取以及立法 今年我们开始对于部分的补贴 明年110年我们为全额来补贴 把差额全部来补足 让我们农友乡亲能够更加放心 很不容易啦 一个农会要做百年的大店老店 相当不容易 在这里要感谢过去的总干事 就是李监视、李市长们以及农民的支持 让这个老店能屹立不搖 能站在今天 尤其这一届的李监视 以及总干事还有工作团队 大家都相当认真 可以看得到农会一年比一年的茁壮 办的活动一年比一年的好 我想我们后院会跟农会 跟代表会大家合作 会越来越好 会欣欣向往 现场活动涌入了一千多位的民众参加 包含了各级民意代表 与各农会理事长、总干事 也都出席与会 活动中也融合了各族群文化 在舞台上热力演出 象征着丰荣地区农会 在百年历史当中的族群中会萃 创造百年之夜 记者林杰、凤林郑采访报道